就算今天疫情這麼難過 我跟你講借錢也是要借 對不對 能撐還是要撐嘛 我去學桌面之前 我在一個航空公司的空廚 為了尋夢 所以把這個好工作把它吃掉 然後再到日本的時候 學麵條當初設定三個月 那我這四年來 我開店今年是第五年 不是說不讓他們外帶 就是我的麵條其實是真的不適合外帶 那會打壞我前面這四年所堅持的 我們也希望說可以找其他出路 所以現在才延伸出來說賣飯 因為我的麵是做限量 所以其實我們只有找賣完跟碗賣完 這兩個東西 平常一天七十碗賣完 都還有一萬四千多 將近快一萬 現在大概就是一成多一點吧 大概不到兩成 現在才是真正的挑戰 這段期間的心理建設 我覺得我自己調適的還不錯 其實去年三四月疫情開始爆發的時候 我們這邊就整個開始就 很明顯的大概掉了大概五成 後半段這七月到十二月這之間 只要有確診的話 大概影響大概都剩下三成 我們也去做了所謂的隔板 做完隔板之後隔兩天就說禁止內用 誰知道做了三級 所以我們很納悶的是說 我們配合你們 配合政府的防疫 想要有營業額 但是你們也沒有任何配套措施 去幫忙我們這些店家 我們都很努力 酒精也盡量去買也去噴 然後兩耳溫我們都遵守 包括實名制我們都遵守 但是不能內用的時候 真的這邊一片哀嚎 我已經聽到聲音了啦 大概三分之一的店家絕對會收起 講真的我們這邊長庚 對面這邊商圈其實房租講真的是 不會輸東區啊 我們這個店面的房東是我岳父他們兄弟 房租其實講真的我們已經跟 這一排比起來是不能優惠再優惠 如果按照這個行情我早就 我現在應該沒有辦法採訪 現在疫情不是說做外帶就一定有生意 不知道人會說 你可以找外送平台做合作 這個不是說 我們馬上去跟那個外送平台配合 就生意就會新濃 還是說營業額會提高 因為我們叫配送平台的話 我們要給他抽30到35% 那我最希望就是說 政府的配套措施 我們遵守防疫配套措施 然後能讓我們店家可以稍微撐著 然後期待下一個月可以好轉 防疫基金什麼錢 你看我們花了那麼多錢 可是現在我們卻受到 這樣子這麼嚴苛的環境下 我們還要努力生存 那我講的你今天開業 政府的配套措施 你可以告訴我們說你們有乖乖繳稅的 那我去年的稅金全部退你們 這也是另一個方法吧 那是不是在下個月可以減半 或者是說這個月先不要繳 用什麼方法我們都願意接受 但是你說補助個3萬幹嘛的 我講真的啦 你能撐多久 一個月半個月 那在後面第三個月你怎麼辦 沒有生計也沒有錢可以繳啊 所以不是說我們愛罵愛愛講什麼 其實我只是希望我們是台灣人 大家都是同島一命 我們真的其實大家都是受害者 我們只是希望說趕快恢復到疫情前 可以讓大家的生活可以回歸正常 然後大家可以很平安健康的在台灣這個島上生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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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h, how I wish that things could change but I'm not 19 I'm not naive I just wish my heart would tell my mind what to believe 就繼續再努力加油撐住這樣